一张支付清单 大S一家被打上吸血鬼的标签 发出清单的汪小飞 不仅被众多中国网友同情 就连韩国网友也纷纷为他发声 并且也是这张清单 拉开了汪小飞和大S一家的撕逼大战 其大战中最为让人津津乐道的 还得是价值百万假床垫的归还细节 也是从假床垫开始 大S与韩国光头老公聚军业的婚姻 被众网友们申巴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大S与汪小飞是2010年结的婚 据媒体报道 在2018年的时候 与中国台湾没有任何工作联系的聚军业 却多次往返中国台湾 还曾与大S大姐一起聚餐 两人还拍摄了亲密合照 近日 中国台湾一个主持人在节目中表示 有两人所有的聊天通话记录 并不是一开始大S口中所谓的20年 才联系一次并且就选择火速于光头结婚 而大S与剧军业结婚没多久 被邀请到了一档访谈节目时 大S自己表示 两人曾十年前一起同游日本 而那时的大S刚与汪小飞结婚仅两年 根据网友们的深巴和媒体 所报道出来的种种迹象都表明 大S很早就已经和他韩国老公纠缠在一起了 但面对网友们的口诛笔伐 和汪小飞的咄咄逼人 大S一直保持敌动我不动的方式面对 只是在出轨和被出轨大战戏码愈演愈烈的时候 大S公关发出了一张起诉汪小飞 预期未给抚养费的书面相关材料 而最后这场大战也在汪小飞的道歉中逐渐平息 本以为两人抚养费事件到此为止 怎料这时候大S老公聚军业却跳出来为自己鸣不平 他先是否认自己从未与大S大姐有过合照 还拿出照片称合照中的人并非大S大姐 就此间接解释与大S从未有过联系 大S也力挺自己老公并转发印刺上聚军业的澄清发文 大S还配文称 好幸运我和欧巴身边的朋友们都是耳聪目鸣的文明人 大S夫妻这波反击可谓是一记重锤锤在了汪小飞的心口 因为抚养费事件发酵之前 汪小飞的迷惑发文就让很多网友调侃 她是一个愤怒的文盲 所以这次则是众多为她打抱不平的网友们替她反击 在无数网友各显神通之下 不仅扒出大S与聚军业宣布结婚时 头上所佩戴的头纱、耳环和项链都是用汪小飞信用卡所支付的 本来还有一对限量款的戒指 只是在支付多次无果后只能放弃购买 导致最后两人没有戴上昂贵的婚戒 为了打造深情人设 聚军业苦学纹身技术 最终两人也拥有了限量款纹身戒指 真是献杀旁人 这一波嘲讽拉满后 汪小飞母亲张岚也不甘示弱 在直播间里打折叠卖起了卤蛋、绿茶 还有床垫 商品一上架直接被抢购一空 这一波反向操作 不仅让对方无法反击 最后还赚得盆满钵满 经过这些事后 落入下风的大S 值得拿出孩子作为筹码要挟汪小飞 不允许他们家任何一个人再去看孩子 面对这么无耻的大S 张岚多次在直播间泣不成声 但近况的大S 好像也过得不尽人意 因为汪小飞已经停掉了 关于他的所有经济支出 只负责孩子们的抚养费 之后就经常有媒体报道出 大患病卧床不起 还有他老公疑似工作不顺 携款回国 且要与他离婚的重磅消息 虽说这些都只是传闻 没有实锤 旁人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失去汪小飞这一经济主力 大S的日子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好过 作为没有上过多少学 却有如此深寂寞的大S 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S 1976年10月6日 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大S母亲名张春梅 出生贫寒 早早便辍学大兵 早年凭借妙曼的身材曲线 和初衷的脸蛋 被台湾富二代黄任忠看重 并让其到家中做管家 黄任忠 在台湾也是赫赫有名的富豪之家 张春梅也凭借认识黄任忠 得以与徐坚相识 他的美貌也让徐坚着迷 就这样 一来二去 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张春梅也因此 从山基变成了凤凰 但毕竟是有钱人家 是有家业需要人继承的 于是在进徐家没多久 张春梅便开始了 他的生娃之旅 张春梅第一胎便生了一个女孩 徐家很是不满 而张春梅的日子也不好过 第二胎生下的S 更是让徐家对她呼来喝去 而想要生子心切地接连生下小S 又是一个女儿 为了下胎能生个儿子 小S的名字都叫做是徐希弟 不言而喻就是希望下胎能生个弟弟 然而她这个愿望至今也没有实现 因为一直没有生下儿子 徐家对张春梅越来越变本加厉 就连她的丈夫徐坚 对她也是非打即骂 这样的非人日子 不仅让张春梅受不了 就连她的孩子们都多多少少被影响到 大S姐姐从小内向自卑 大S则是与她姐姐相反 从小就比较强势 小S则是喜欢什么事都要跟姐姐比较 这样的日子终于在徐坚家道中落实结束了 张春梅得意与徐坚解除婚姻 作为条件交换 她要替徐坚还清所有债务 徐坚近身出户 唯一的银楼也归张春梅所有 就这样 刚上初中的大S变成了单亲家庭 也是这样看似外表强势的大S 其实内心特别的脆弱 大S母亲与她父亲离婚之后就没有再婚 而是专心经营银楼和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成人 张春梅也在慢慢经营银楼期间 认识了很多台湾大佬 大S也在读高中时考上了国光异校 但因为怕妹妹在学校被人欺负 于是她自作主张 在高中复读了一年后 重新与小S一起考入了华刚异校 两人和吴佩茨阿雅成为同学兼好闺蜜 这时的大S还是一只丑小鸭 全身都是黑的 只有五官长得还算标志 高中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春心萌动的时候 于是大S便喜欢上了高大帅气的陈建州 两人也在慢慢相处中谈起了恋爱 那时候比大S白镜的小S却更深得陈建州的心 三人微妙的关系也让这段初恋没有维持多久 但三人却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陈建州能进娱乐圈也是经由大小S引荐的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陈建州出场时 大小S都像布袋一样高兴地挂在陈建州身上 能看出三人关系匪浅 在学校期间 因为是要好的闺蜜 所以吴佩茨经常会调侃大S黑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于是大S便开始沉迷于美白 以至于风魔到当初 她和汪小菲结婚都特地选择在阴天 慢慢地 美白效果逐渐略有成效 大S也越来越漂亮 在华岗艺术学校毕业后 1993年 年仅17岁的大S和年仅15岁的小S 因为高挑的身材和漂亮的脸蛋 被台湾一家唱片公司看重并签约 两姐妹组合SOS正式出道 发行歌曲占领年轻和十分钟的恋爱 但在出版数账专辑后 因SOS的艺名著作权和经济合约问题 被迫禁止出版任何歌曲 而这其中牵涉的问题众多 一时间导致大小S差点直接退出了娱乐圈 也是这个时候 大S母亲张春梅直接让她认下干爹杨登奎 此人在台湾地位颇高 这也是大S在娱乐圈越来越嚣张的原因 当时小S与徐亚军结婚时 大S就曾放下狠话 如果徐亚军敢欺负小S就会找人打断她的腿 只是事事难预料 时间证明了徐亚军才是这群人里面最狠的 尽管到后面爆出她有私生子 大S也没有能打断她的腿 大S干爹一出马就知道有没有 此事摆平之后因法令问题 虽不能再继续发行歌曲 但却不影响做任何行业 此后大小S组合改成了ASOS 得益于干爹杨登奎 大小S两人成功进军主持界 担任娱乐新闻娱乐百分百的主持人 除了这个节目外 还担任另外一档娱乐节目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为了让名气上去 大小S姐妹俩经常在节目中半丑 穿一些花里胡哨又奇奇怪怪的衣服 从而获得观众喜欢 有时为了增加神秘感 两人还会戴着面具录制 这样新颖的主持方式成功让两人小有名气 这时候的剧金夜也在韩国崛起 并和一位好友组成酷龙组合 两人组合可谓是初到即巅峰 深得韩国人民的喜爱和追捧 在韩国收割一波人气后 巨军夜便向其他国进军 恰巧此时他收到中国台湾的邀请 于是便收邀来到了台湾打响他的第一站 此时在台上激情演唱的巨军夜 完全没有注意到站台下大小S姐妹流露出痴汗一样的表情 这次过后 大S经朋友介绍与巨军夜相识相知相恋 这段感情里可以看出大S付出很多 不仅为了巨军夜学习韩语 还在巨军夜开演唱会时 特地飞去韩国给他助力 在分隔两地的时候 大S还特地写了一首歌颂两人爱情的歌 爱你爱到死 其中一些歌词还特别的大胆 例如爱你爱到死 要死一起死 就连你拉的屎 我都能大口大口地吃 可谓是变态到了极点 只是好景不长 大S与巨军夜交往不过一年 就被迫分手了 因为两人的公司都明令禁止一人谈恋爱 在这之后 大S就又回归到之前的生活模式 也是这时候属于他的机遇出现了 2000年 在主持界干了多年 一直不温不火的大S 凭借自身的清纯外表 被导演柴志平看中 并邀请他出演电视剧 《流星花园中山菜》一角 当年这部剧一播出就深受无数观众的喜爱 而其中饰演女主的大S 也凭借这部剧一炮而红 不仅如此 他也因为出演这部剧 邂逅剧中演员蓝正龙 大S父亲徐坚 得知他爆红后 就与女友一同坐吃等死 不仅如此 还经常抛在赌场里 大S每月给他打十万港币 都不够他输的 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大S 也很惯着他的父亲 只要他父亲提的要求 他都会尽量满足 大S在事业上走得是越来越远 爬得越来越高 但他和男友蓝正龙 却逐渐地渐行渐远 因为大S从小的家庭经历 导致他的性格强势的同时 控制欲也极强 虽然他越来越爱蓝正龙 但他这种爱却让人窒息 两人的爱情最终始于2001年 结束于2005年 分手之后的大S沉寂了几个月 为了忘记旧爱 大S找了新欢 便是一同拍摄流星花园的男主周渔明 大S与周渔明两人都是属于比较粘人 且有控制欲的人 所以两人在恋爱时都想把对方粘在自己身上 大S谈恋爱也一直秉承着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于是与周渔明在一起 他也曾多次谈及过结婚的事情 而周渔明却不想那么早地踏入婚姻的殿堂 在交往两年半后 大S还是没有等到周渔明的求婚 于是便向周渔明提出了分手 两人的恋情也止于2008年 与男友刚分手没多久 还没有来得及伤心 就又传来了一个噩耗 大S父亲因烂毒欠下黑帮八百万港币 他和他的女朋友都被人控制了起来 为了救出父亲 大小S以及他母亲张春美四处筹钱 终于在最后一刻筹集了所有欠款 而张春美也称这是最后一次帮大S父亲 这句话可以看出 之前肯定不止帮过这一次 大S也极力劝诫他父亲 希望他能够戒掉赌博 许是听见了大S的话 又可能是这一次真的被吓到了 总之大S父亲再也没有赌过 这件事完结后 大S的生活又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他也还是孤身一人 直到2010年 应邀好友安以轩的生日店 大S遇到了他想要托付终身的汪小飞 汪小飞和大S两人在宴会上一见钟情 但大S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男人是好友安以轩心意的对象 两人也因为这件事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大S和汪小飞仅见过四次面 相恋也不过越语 大S便和汪小飞火速地订婚 没过几个月 两人便在三亚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婚礼现场除了一些关系较好的朋友和亲戚 其他并无别人 两人结婚后定居台北 汪小飞为了工作台北北京两边跑 2010年 大S加传来噩耗 他父亲徐坚因病去世 时隔两年 2014年 大S抛妇产诞下了第一子 为了家庭也开始逐渐淡出娱乐圈 2016年又传出喜讯 大S再次抛妇产诞下一名女婴 因为开刀时 大S癫痫发作 还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生完二胎之后 大S彻底在家相夫教子 本以为两人就这样平淡幸福地生活下去 怎料前两年突发病毒 导致汪小飞去台北也很是不方便 而大S也不愿意到北京生活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时间一长 导致两人理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两人的婚姻也只于2021年彻底结束 一儿一女的抚养权也归大S所有 在与汪小飞宣布离婚三月后 大S随即又宣布于韩国欧把剧军业续写恋曲 两人宣布恋情没多久 便火速结婚 剧军业还不顾一切地带着韩国的所有家当来到了台湾 只为大S 不仅如此 剧军业还给大S的孩子们都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那就是她穿过不要的裤子给改成的包包送给大S的孩子们 真是一份有味道的礼物 孩子们可能不喜欢 但大S肯定很喜欢 然后来台湾的剧军业就理所当然的享受着汪小飞买的房和床垫 据说那个床垫还能知道睡在上面的人是谁 这也就导致了汪小飞无法忍受 于是便与大S开私 结局就是大S和剧军业失去汪小飞的抚养费 不仅把床垫归还 剧军业也搬离了汪小飞购买的房子 还扬言自己要在香港买房 只是时间都过去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她已经买下房的报道 台媒也时常传出大S患病的报道 大S能有今天也是她自作自受吧